这些消息被您来关心的是在苗里一名不幸通气犯 他跟朋友呢拿着开山道还有玩具手枪随机掳车勒熟 幸好警方布下了警网 嫌犯呢要收款的时候要还车的时候他们上前包夹 不过这名男子呢嫌犯企图要逃脱跳下了五女生的搏砍 警方当然立刻跟着跳下抓人 嫌犯落网了不过脚步两个人都受伤 企图逃逸的嫌犯撞上针防车之后 跳下五公尺身的搏砍 远警也跟着跳下把他抓回来 结果两个人脚步都受了伤 警方在车上找到作案用的刀枪以及车牌 42岁的无心犯贤坐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个月初他活动朋友在头奔市区随机找了正要开车的驾驶行场 两人持刀枪动客被害人交出车辆 抢走之后再打电话跟被害人勒索赎金 原本约定五万元在土地公庙前交易 但是警方早就设下埋伏 在围捕过程中警方和歹徒的车辆一度发生冲撞 那歹徒企图逃逸 那本分局的远警在围捕过程中也有受伤 抓到犯贤的翁姓侦查左右脚踝骨折 右手有撕裂伤 目前还在治疗 而无心通缉犯到案后假装脚痛 正远警不注意又脱逃 警方再次围捕才又将犯贤抓回 由于无心男子有脱上前科假释又犯案 警方依强盗等罪协将他移送法办 解冲证明王民雄陈志一根 你要立报道